耶~~~ 今天看到這對我很開心 沒錯百科全輸 用北極那一本吧 南極北極那一本在教 學長還滿有趣的把我借回去看 然後就不還我了 後來真的沒辦法用 因為書被借走 我也不曉得應該怎麼辦 我覺得一件事情是說 好啦反正輸在他們身上 如果能夠發揮出50%的功能就好了 最少他們的氾濫會覺得划算 其實像這樣的書 對於一般孩子來講 它是比較容易吸收的 那要怎麼讓它吸收 我覺得要先讓它從書開始翻起 這本我都帶回去 帶回去給我四年級的小朋友看 剛好它在上水的資源 水的流動 水的平衡 那我就可以讓這本書 能夠發揮到一個足夠的空間 對了水的滲透 你看水怎麼流下去怎麼爬上來 這邊大概都有講 那你要怎麼樣做一個過濾 很好 圖片 OK 漫畫 OK 不試試看啊 但這個對於國小四年級以上 其實它的方便性就相當的高 你看膨脹水的變化 好 將 將 將 好啦 水槍 教你怎麼玩 那讓孩子嘗試一下就是說 這些文本的力量 教科書上寫的東西 可能只有那麼一點點 這書上的東西 可能會開掃它另外的世界 今天特別來到這裡 希望各位朋友看見這些東西 也看見書的力量 我看見 也許